雖然這個最早的發病的這個 現在已經證實 大概是五月十四號才發病的 可是呢 確實也有這個 醫師臨時病的示警 說病毒其實已經在社區落地生根了 更可怕的是呢 今天居然還有新聞報導說 到了昨天新竹 還有人在辦百人婚宴 什麼狀況啊 其實我說實在 現在到底是什麼時候爆發 最早還有人講過說 四月二十三號 那個案一四二四 這個就已經發病了 這個已經跟黃群聚的話 是一個平行爆的 雖然諾富特是四月十六號 可是從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個病毒早在三月間 就已經進入社區了 那這幾天 我們看本土案例的那個增長 從一百八到兩百零六 到今天的三百三 三十三對不對 大家看到很緊張 你這樣一直去一直去 所以一般人會覺得很緊張 可是在我看來是非常的樂觀 我們之前講說 今天如果一個傳播鏈的話 他如果是以幾何級數在成長的話 你看我們可能不大清楚 二的十次方就是一零二四一千零二十四 表示兩個人如果傳播十次的話 就一千零二十四個人傳播 這叫幾何級數 那當然傳播傳染力 不是這樣在評估的 可是我又發現說 從一百八兩百零六三百三十三的話 這就表示這還在可控的範圍之內 那為什麼會這幾天大家預估就是說 這個數字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至少在這個禮拜看得到幾百例 這是應該的 為什麼 就是因為現在大家很緊張之後 你看萬華已經弄了五個快篩站 那快篩站人家很緊張的話 大家就去篩 那這是一個好事 就是把你的一些隱藏的在社區裡面的 或者甚至有一些自己會覺得說 我好像有被感染 可是我現在可能是無症狀 可能不知道 那這些人的話 你如果沒有這個危機感的話 他也不會主動想要去篩嘛 對不對 那篩出來之後 所以這個確診的數字 這幾天應該都是會 有幾百例這樣 我們就在講說像這個有沒有 彰化這個水果商 這個家庭群聚這個感染 這是一對夫妻對不對 對 他去萬華交水果 交水果禮盒 交出去之後 你看他可能在萬華這個地方 就有被環境感染 或者是人跟人接觸之間的感染之後 他回去就造成他大兒子 還有大兒子 這媳婦嘛 二兒子還有他的女兒跟女婿 就感染了 所以這個已經造成七個人的感染 對不對 這個就傳說中的葡萄家族 對啊 這個葡萄家族 就是他交葡萄禮盒的 那你看他們講說是5月6號來萬華 可能那個時候就是來萬華有一個接觸史 所以他染疫 之後他5月9號有母親節的聚餐 所以他們才會造成他們這些兒女有沒有 下一輩全部都很多人感染 那接下來比較恐怖一點的是 這個媽媽曾經有這個媽媽有沒有 曾經有去參加過喜宴 而且那個喜宴 到這裡來參加喜宴了 對對對在喜宴的時候 他參加喜宴 那現在就比較恐怖的是 因為當初彰化現場王惠美也在樓下 同一間餐廳他在樓上樓下這樣 這個走過去會不會有感染不知道 那可是同漢已經有1300個人被匡列 所以希望說天佑台灣 所以他最好那天去吃喜宴的時候 他從頭到尾戴口罩 而且沒有跟人家有太多的交談 那個葡萄家族除了這個之外 他現在後來又有幫助說 你看這個是怎樣你知道嗎 就是他的母女兩個跑去刮沙 然後又變成刮沙家 對那個刮沙工作者跟他接觸 也有被感染 那另外一個就是就是那個 他的大兒子有沒有 被感染之後他還有另外的接觸者 就是這個友人這個地方 所以你會看得出來說 像這樣的案例 已經告訴你說 很簡單簡單簡單單的 就一個接觸或怎麼樣 就造成這個很大的一個感染力 那可是我真的要 真的要譴責一些人 現在到底我們有沒有在開罰 現在疫情已經這麼嚴重了對不對 對 對不對 聽說雞人鐵機爐旁邊 以前很有名的那個卡騷警 有沒有 他現在尋方客改成外約 拜託好不好 現在這個時候什麼時候 又經常要興趣的 茶藝館在哪裡就已經搞成這樣了 你現在鐵機爐又搞成這樣 而且那天還有一個跳針的 你坐公車已經告訴你說 你繼續戴口罩不戴口罩 叫你下車 或者叫你戴上口罩 這麼簡單的一個動作 你不要還跟人家講說 那你還我十八塊 罰你一百萬還還你十八塊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在這個時候不要禁搞這些破壞的 戳破那個防疫漏洞的這個事情 像這個辦彩虹派這個外國人來臺灣 說真的很壞 很壞 像這種我建議 這抓到不是破壞 這直接叫油硬回去他們國家好了 這還硬辦 對不對 那後來人家已經勸告他說 這個時候不要辦 對啊 因為很多外國人久居臺灣的話 他對臺灣這塊土地也是有感情的 他也在臺灣的防疫工作做得好 也是很讚賞的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建議他們說 這個時候就不要辦 煩一煩 那個主辦單位聽說剛開始很強硬 還叫囂說一定要辦 後來警察到了現場之後才算了 到現場才散 所以就跟你講說這個真的 不要搞這種事情 真的要命 你看萬華這一次的疫情很嚴重 對不對 像我們一直在講說萬華這一次的話 說萬華區的話 今天今天臺北市新增一百十八例的時候 萬華就已經八十九例 所以萬華你看 他們現在有搞 你看 很多民眾你看都排隊 所以都口口罩戴起來 而且口那個什麼 為了要快篩 因為現在萬華有五個快篩站嘛 對不對 那可是你看下面這個 現在這個遊民已經成為一個破口 很大的一個破口你知道嗎 對 很多遊民 欸你在那裡走路看人走路 你在旁邊都不用戴口罩 所以我就常常講說 我們現在防疫三級 三級是不是要有一個罰則 一些管制措施 而且我也希望說 那天還有出現一個女的在超商裡面 電源家戴口罩跟人家吵架 我是希望說我們現在全民為了自己 也為了大家 也為了這個台灣這塊土地好 現在只要這種不戴口罩的 不遵守防疫規則的 大家要給他譴責 因為這一次這個疫情的話 如果把這個疫情阻絕斷絕之後 說實在話 台灣能夠在世界上再次創造一個防疫奇蹟這樣 當然這個螢幕上秀了 這個五個群序的病例數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台北是重災區了 為什麼是重災區 當然原因有很多 不過最主要的是第一個 在這個萬華地區的那個群序 因為他的人流的流動 真的非常難掌握了 在這邊就就我所知 包括說一開始的這個茶藝館 那一開始這個康開始的時候 大概有五六間 裡面有工作人員有染疫 那後來我們台北市政府針對那個 去做疫情的調查的時候發現說 他們根本完全沒有辦法提出 完整的這個顧客的實聯制 甚至連工作者的聯絡方式 也沒辦法完全的提供 那最後我們的這個 還要動用警察單位去看 他們的監視器 說到底有多少人 結果呢 根據我們所了解的數字 這五家茶藝館裡面加起來呢 每天大概至少就有數百 甚至上千人的人流的流動 所以數百到上千人的人流流動 所以這個之前柯市長在週末的時候 他講說現在疫調很難做 有個原因是因為人數真的太多了 而且聽說還有伊拉克 對某種程度上就是為什麼我們說很難去追蹤他到底接觸了誰 那當然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就是希望說大家現在台北市市民要有一個心理狀態 是說我們最好去到哪裡呢 你都要把他當成是這個地方可能有病毒 或者是說你遇到了誰 你不認識的人 你都要把他當成是這個人有可能有病毒 用這樣的心態 我不是說叫你要恐慌喔 不是說叫你要每天在那邊發抖 然後好像做不了事 而是說你要把自己的防護措施做到最好 在週末一宣布三級的時候 我看有些市民朋友還說 我逃難回到中南部 你這個逃難的行為 其實是增加你自己染疫的機會 因為你不會你一去到不熟悉的地方 你旁邊的人 你都不會知道他曾經有接觸到誰啊 你不會知道說你做長途客運的隔壁 這個阿伯或阿姆 他有沒有在萬華有群聚 你不會瞭解到這件事情